星期二南卡羅來納州重新獲得注射死刑所需藥物 得以恢復時隔12年來的首次注射處決 自從最後一批注射死刑藥物過期之後 由於這些藥物可能會被公開 藥店拒絕出手更多注射藥物 因此南卡羅來納州暫停了注射死刑 只可以對囚犯、執行電椅或槍決 今年5月南卡羅來納州議會通過一項法律 允許當地對處決程序 以及所用藥物的供應商保密 官員先找到供應商提供藥物 目前南卡羅來納州有34名死囚 居州最後一次執行死刑是在2011年5月 天下維視記者編輯報導